就是,你要想像一下,不是他跟一个师兄去 而是师兄也是飞云过去的意思 就是他知道Angel有事,师兄就救他出来 原来是这样的 先看一看照片,他立刻拍照给我看 这个就是Angel的手来的 他刚才就说被一个灵体捉住了 看到一个位置,他就说这个手禹了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Angel 每次都找着你来搞 我们一要找人去处理的时候,他又飞过去 又要被人捉住,又要禹了 不好意思啊,起码有一个男士 如果星月六跟他做一些交感去聊天 我都会问他,为什么要弄上他 为什么要捉到这么实 是不是有东西想说呢,还是怎样呢 好了,留意着我们下个星期 希望找到个答案回来 也可能帮到个故事,这家屋的事 先听个电话,各位在checkroom有货交的 麦皮王 喂,Hello 喂,怎样 这件事我昨天跟朋友聊天 听回来的,因为我之前收过去 他有一件好笑的事 我问他求证 其实我一个朋友也算是高灵人士 他就说回他小时候的经历 就说他爷爷在他大概小五小六的时候 应该在家里发生以外就过世 是 后来他们爸爸妈妈什么都不懂 就随便在医院找那些笨事馆 帮他们搞粗瘡礼 采用佛教仪式 抱教仪式 打齋 那个女孩一直都看到东西 他那晚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爷爷 他爷爷躺在棺材那里 但是明明爷爷站在后面 为什么有两个爷爷的呢 就是问他妈妈 很正常的大人家是 骂他不要乱说话 声他两个爷爷 到他 有个仪式 因为只有他一粒孙 所以他要帮忙拿着 不知条条城 什么条条城 担花买水 是的 那些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吃一下吃一下 我觉得奇怪了 应该回去 是的 应该回去 看到他爷爷走到他身边 跟他说话 就说 我现在跟你说话 你不要认我 你只听我说话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OK就临头 那他就临头了 那爷爷就告诉他 他说 你不用听妈妈说 以后他爷爷不会回来的 我会一直看着你 到我差不多要走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 你记住乖乖的 他还愚蠢蠢 知道的 他不害怕 他完全不害怕 不害怕 他说我叫你不要说话 他说我好 他说爷爷有样东西想告诉你 他说他很害怕 以后你大了 你不要学父母 那么傻乖 花钱 就叫那些男人 不知道唱什么 等一下爷爷叫你走进房 你就听我说走进房 那他转过头爷爷 差不多时候就叫我孙女 你走进房 那我孙女走进房 见到那些男人在后面倒马 蛤 不是吧 是呀 他说 你看到吗 他顴头 你知道爷爷跟你说他们骗人 他说知道了 蛤 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呀 这些事情 就是树大有枯枝而已 不是个个会是这样的 对吧 是呀 他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到他爷爷回魂 他父母很害怕 他捉了女儿三个一起睡 他整晚都睡不着 因为他父母的鼻孔太夸张 他半老说要去厕所 差不多时候 他说你去厕所 他妈说不要你忍 他说我不行 要去厕所 他走出去厕所 他见到爷爷在那里 噢 他爷爷跟他聊天 聊了整晚 第二天 他妈妈拍醒他 他原来在梳化上 聊整晚聊天 是聊了整晚聊天 他以为自己做梦 是的 他爷爷 原来真的跟他聊了整晚聊天 他爷爷都陪了他很多年了 差不多四五年了 到他初中差不多要移民的时候 他爷爷有一天跟他说他要走 之后他就没有再见过 即是说这件事这么说 爷爷根本觉得 这件事我听你这么说 觉得这个经是对他没用的 是的没用的 是说他收不到 说得骗人追 才跟他宣女说 因为这么说 是那班 那班南无师傅 他没有真的念到经的功力 他就收不到 不等于其他 应该是 不到的嘛 不到位 是的 所以叫他不要找这些人 不要骗钱 不要被人骗了 这么正的 这个爷爷爷爷 他当笑话听 因为我这个朋友 后来他都信了佛 是的 他完全都当笑话听 他当笑话这么说 他说现在还会见到 不过他就真的相信他爷爷真的走了 不再回来 因为他爷爷有一天很认真跟他说 即是说了很预众心诚的东西之后 就没有再见过他 亦都这样说 为何要念经呢 很可能就是说 那个亡者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或者有些事情执着 那我们才要念经给他听 希望你放下 但如果亡者我根本已经放下了 我已经是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心里听经都无所谓 其实我什么都放下了 所以我不用听经假 只要计 可能会是这样 我都问过他 他见得实不实体 他说他当时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有两个爷爷爷 一个爷爷 平时见到的爷爷 即是跟他聊天的 即是一个灵体 另一个就躺在棺材 他说化到五十六 又像爷爷爷又不像爷爷爷 那些人又说他爷爷很奇怪 那是那个肉体来的 是呀 他化了妆 所以他就不知道 他知道那是爷爷 但他感觉很陌生 但他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小时候都会这样觉得 所以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淡 我们随时都会见到 又说实体又成的 因为我这些又没有怎样见 所以不知道 他说到这件事很有趣 不过你带出这个讯息 我们都觉得 挺值得去深思一下 有些所谓的仪式 我们经常要做的仪式 或者道教在殷儀上的仪式 是呀 不过我试过有一件事 就是听我的亲戚说的 因为我公子很年轻时 已经在南洋信了基督教 是 那他自然在基督教仪式 他也是安葬在基督教坟墙 他有一次很奇怪 他来报梦跟我说 他说很冷啊 没有鞋穿啊 没有蜜穿啊 没有蜜穿啊 很冷啊 他们没有信宗教 他见到这些梦境当然害怕 因为平时跟他很少交流 怎么会突然发门会想起他 他觉得可能这件事是真的 还要跟他说 你原来信耶稣落到下面 没有衣服穿啊 不知那么奇怪 他就怕了 最后走去宵夜 他不是信这些东西的啊 是呀 就没有一件事了 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没有一梦境出现过了 但到后来隔一段日子 到我大过了 我去上班 那我是做梦社的嘛 嗯 那我小时候 因为我阿公很小过 已经过了生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 跟他又是没什么交感 因为我阿公很独来独王的人 也是我发梦见到他啊 嗯 但我从来不知道 他是回南洋哪一个地方的 哦 那他拿一张机票来说 他会改机票啊 改机票 是啊 改机票 好奇怪 那老一辈的中国人 就是英文评音的 譬如陈大文 是 他奇怪在 陈大文后面 改了英文名 哦 那我后来想起 可能他基督教 可能有个Christian 哦 一个姓名 是的 我还记得他去哪个地方 去宾城 嗯 嗯 到翌日 我很认真问我妈妈 妈咪阿公以前 他南洋未来香港之前 是不是厨宾城 嗯 所以我妈妈的臉都青了 哦 为什么你会知道 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说 我发梦见到阿公 按按按按 他改机票 那你怎么跟他说 我说 耍他啊 当然是 我可能不知道 哦 我说我不懂得改 你找回那间艾拉 耍他走 我就说 喂那么衰啊 哈哈哈哈 但是他的Christian name 是不是那个名字呢 知不知呢 是不是真的那个呢 不知道的就是 哦 这个考验不到 没听过 如果是你真是 吓死了 不是啦 你解释不到的 妈妈很害怕 翌翌翌翌日去衣纸店 买架飞机给他 喂飞机空姐 要搞定 我回来找小孩 哈哈哈哈 喂 你这件事 令到那些 那些 几乎 朋友 很混乱 整件事 是啊 很困惑 对啊 很困惑 你又不是想要教 但又会 真的报道给你 又说要收东西 那样东西要改 很奇怪 这件事 其实他死了十几二十年 我们年年都不会消费给他 年年都是去摆杂花给他 爹几句 抹一下 快爹就走 中途他没有说过 没有听过有人发梦 看到他说肚子要吃东西 那些 没有啊 只是说要衣服 要机票 奇怪 哦 那他知道你做旅行社 改机票说这么容易 是呀 最邪最邪 他知道我又做旅行社 拿了一张机票 但我又很坏 带他去走 唉 真不孝孙啊 你真是 刚刚送了个飞机 送个空姐给他 送个空姐更重要 送个空姐更重要 是空姐啊 飞机师啊 你喜欢那些 那些回去搞 买passport 我们走 好啊 多谢你的分享 好啊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那 是的 可以值得深思一下 这些话题 挺有趣的 下次再找一些 专业人士 殡仪达人上来分享 有机会 好 还有Alex 咦是不是就是你啊 是啊 喂 Alex是吗 是啊 喂 你是高零人士来的 喂 将你的电脑声音 关小了 我先关小声 是 是 是 关小了电脑声 我先关小声 是啊 要不然有些回音 是 是 你刚刚上来交钱吗 人夫 是啊 上两个星期 怎样啊 你见到些什么 呃 我见到些什么 是 我一出电话 就已经是见到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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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已经在那里了 你上到七楼一出电脑的时候 是啊 没理到我 我进去接待署那里了 有个叔叔 也不算是八家叔 有个叔叔 就站在主者后面 即是在招待后面 是啊 没错 是吗 我没理到他 我的头很痛 当时我的头已经很痛 你的同事出来收我钱 我已经是 痛到不是很想说话那些 我只是跟他说 这里都 很厉害 就是 你同事跟我说 你们会搬 哈哈哈 接着我就说 这里尽快搬好一点 这里真的不是这么多 喂 不是啊 有这些东西可能才对我们好的 对你们不好 是吗 你们的接待署宾 其实已经进去 一边有个叔叔 二来已经有个帽子 是吗 真的有个帽子 当时是几点钟啊 还未入门 当时是未入门 应该是四点多 还有四点多 是四点多 是四点多 我走的时候 我没有坐电梯 因为那里很臭 是死老鼠眉 很臭 我走的时候没有坐电梯 我走后梯 我走到下面一层 已经有个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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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可以带我走的 你带我走的 我说我为什么来走 可能他们真的死了很久 或者他真的走不到那些 是吗 会不会这样 嗯 真的不知道 应该不会的 你觉得他可以走 就真的走到 每个灵体都是这样 应该可以走出去的 他没有可能走上走下 他为什么可以离开大厦 除非有什么原因是被困 可能层楼有人坐过巴士 被人困住 他应该可以出去 真的不知道 如果所有灵体都走到的 就不用有人超渡他 或者带他走 很多都是被困住 有个很简单 我看你们重温 如果他们不可以离开大厦 为什么当晚那女孩会被鬼摸呢 可能不是他 是另一些已经在厕所里困住在厕所的 可能是厄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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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离开了你等待那些 其他的朋友去搞他都不出奇 為什麼那些靈體可以去到家裡摸它呢? 我想有些可能力量比較大 我也有看過有些人很多年,二十年去過 他就能夠自由活動 但有些可能力量夠 他應該是可以離開的 我沒有理會,我聽他說幾句,我都不失望了 那你一直都是這樣? 我嗎? 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一直都是這樣,我爸爸死了之後就開始是這樣 你順便跟你講電話,可能他打通了我 所以他已經是三十多年了 明白 現在已經是四十多歲了 所以也替他們慘的,如果他真的走不了 或者他要有很多氣力才可以動得到 他就需要有些人去幫他 有些真的不願意走 因為很多大廈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有些真的不願意走 但有些真的想走走不了 這些原因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些大廈可能真的做過那些法事 但不知那些法事跟你說是超道 是 或者他綁了他在那裡 是,綁了他不讓他出來搞人 我們就搬了 所以這裡的靈體 希望他可以盡快有人幫幫他們 記住,你們這些高靈人士 將來如果真的要去我們新辦公室交錢 你九龍應該很近看我住一條門 是嗎?方便一點 方便一點 因為我退不開工作 所以就來付錢 因為我都知道 其實是比較多九龍新界的聽眾 相對來說 所以我們在辦公室遲些搬去九龍 在九龍灣那裡 大家其實會方便一點 相對來說 剛才你說那張照片段 我問你 那片段有一個聽過那個很兇的 那個有機會 其實我都不建議他收 這些情況通常我都提議他講 但很兇的那些真的收不到 是不是也很兇的 是很兇的 是很兇的 他是很黑的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只是看到他很黑 背後有些發紅的 有些發紅的 哪個位置 他背後有些發紅的 不是 哪個位置 你已經看過片段 他在梳靶那裡 梳靶那裡 梳靶那裡有團黑的 然後他在黑後 背後有些發紅的 是 這些其實是很兇的 通常這些 我知道據我所知 那個了解 應該是要跟他講點數 會不會就是剛才 一般都不會去收 通常那些師傅都會先跟他講數 我想問 剛才是Angel所說 有一個男性 很兇的 是不是你也看到一個男性 會不會 看我形似是男 因為他都會操大 不像是小小小小小 但他 最尾的房間 我還看到一個伯伯 這個伯伯比較清晰 是 是 有樣子 有個白 這個白 就不是很兇的 不知道他是 路過還是什麼 但是不太兇的 在最尾 日本的房間 好像是有一個 站起來的 那裡 是 真的大件事 是 床頭那裡 床頭那裡 床頭邊那裡 是有個白 現在兩個高靈都說 看到了 現在他正正都還在房間裡 我希望有個故事 不用怕 暫時說 暫時有個 但是她的阿伯應該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事 在街上整個地方都看到 是 是 應該不會有什麼 可能她有很多老過 或者她有很多人 都在認識了 很久都不會被騎 但是應該是沒有任何故意 下次找你靈探 好嗎 沒有啊 我無所謂 是嗎? 都會適合時間 好,好,好,是,最喜歡你這些 還有這麼多時間,我最後一頓講完 好 跑馬地斯街院 哦,好啊 我想你知道哪間的了 你也知道了 來啊,來啊,來啊 我有一次做完大手術,在一個X光部做一個X光的定位 是 定位,那部機器是彩色的 就是彩色,就是不用看片的 有些人不用看片的,有些時候看過螢幕就看到你那些猴子那些東西在裡面 怎樣走的了 嗯 那當時我叫那部機器的時候 這件事很生氣,其實我很生氣的 嗯 我看到我其實是一絲不掛地躺在一張雪桌上 是啊,是啊 那麼,突然間呢 在牆那裡捐了一個鬼魯出來 是 那個鬼魯穿白色衣服,穿短褲的 嗯 那麼,他走在我面前看了一望 他是很lice的 很lice的,看了一望 然後他就走了 我醫生就在我腹部那裡,在我小腹那裡搞一些猴子 搞一些猴子那些東西,就在木機那樣 然後呢,他到醫生那裡 站在他身邊那裡,然後摸了頭 然後看一看我下身 哈哈哈哈 你那麼lice的 是啊,摸著一把刀在那裡 哈哈哈哈 然後呢,眼睛睛睛看著我,就走過去 我很生氣,然後呢 然後呢,那個姑娘就看著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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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怎樣定了鏡在那裡 然後我一生就說 她是無藥崩女之後,她是痛到定了鏡 因為經常都是這樣的 她以為是這樣的 是啊 然後,剛剛我起床的時候,我跟那個姑娘說 她跟她說 我現在很難看,很難看嗎 然後什麼很難看 我下面那個醫生劏得很難看嗎 嗯 然後那個姑娘說 不是啊 縮了D姐的天氣洞是這樣的 那個男人也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我那次很生氣 要這樣嗎? 要真的一絲不掛 連姑娘也看到的嗎? 有一個姑娘也有一個姑娘也有一個姑娘 那姑娘不是醫院的名姑娘來的 是我私家醫生的那個接婚護士來的 跟我很熟悉的 哦 醫生醫治了我十幾年了 哦 所以你不介意讓她看到 是 我膀胱重新改變 重新改變了一個新的膀胱 哦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你 是的 OK 然後她就這樣找一部機 找X光機照 然後在X光CK的螢幕全面 跟醫生說 是這樣的 是 哦 那她就這樣 鬼佬走出來 那她也很奇怪 是不是 哈哈 因為我不敢跟我的姑娘說 我姑娘問她 你為什麼扁了嘴 是 我不敢跟我的姑娘說 我看到有個鬼佬出來嚇死他們 嗯 所以她問我為什麼扁了嘴 她們在口臉 我跟我的姑娘說 她是不是很難看書 好啊 哈哈 她是激死我一會兒就走 喂,多謝你電話先 對 OK 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說 喂,下次在九龍灣見吧 OK,謝謝你 喂,這樣吧 你不要先來交月費 給你多一個月 我不想交了三個月 給你多一個月 是不是不要 哦,那多謝你 送一個月給你 好嗎 OK 你行動一點點不方便 行了 送一個月給你 多謝你電話先 拜拜 拜拜 好了,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交課 明晚也都 明晚講講日本話 因為有些日本話題 所以明晚就會一起聊聊 喜歡日本的朋友 雖然現在的日圓又升回 但是 都很難阻礙一些 喜歡日本旅遊的人 就算你怎麼升 都不會說不去的 最多買少少東西 所以明晚呢 我們來聊聊日本的靈異話題 好,時間夠 好,明晚再見 拜拜 你致見 看經典 孤星 公尺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